《敬人》 《专沛中文》 《敬人》 《专沛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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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年初開始到現在 我們在說這個series 今次是第十二次 我認為今次是最重要的 因為今次是大集局 我們談完這個series的時候 中間當然我們也有其他的series 說好了 但到了這裏12個 所以我们想提醒你和挑战你 希望你和我们在我们所谓 spiritual journey 我们跟随主的旅程上可以成长 所以我们这次最后一次说到 职堂和扩展 教会需要继续成长 不能停滞不前 如果教会继续成长 不能停滞不前的话 我们每一个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需要继续向前走 如何说呢? 我们说到职堂和扩展的时候 可以有很多方法说 我们可以说最近的trend 最近的人口有什么变动 最近的一个新的wave 新的movement是什么 为什么要有church planting 可以这样说 我们也可以留意这些事情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到底我们有没有那种 spiritual strength 有没有那种属灵的力量 来推动教会 在教会侍奉 来跟随我们的主 去见证他 这些全部都是说 spiritual strength 不是说我们的 physical strength 没错 我们需要有 教会需要奉献 需要有资源 做方向工作需要有resource 这个一定是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 physical resource tangible resource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 spiritual strength 到底我们心里有没有力量 如果这样看的时候 我们发现圣经里面 时常提醒我们 以及去教证我们 到底我们所谓的信主 那个信心到底是什么 到底本质应该是什么 所以这三个礼拜 我们看了一些人物 摩西 他的leadership moments 他曾经经历过一些 神的呼召 以至他能够踏出来 去侍奉 今天我们也想说这一件事 就是那个生命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有主的恩典到了 他在一些moment里面 去挑战我们 去challenge我们 我不知道你生命里面 有没有这样的时机 可能是一个邀请 可能是一些危机来到的时候 突然间就令到你 好像很面对 面对真正的生命是什么 面对神 面对上帝是什么 有一个人 他人生里面 大概经历了两个很重要的 所谓calling 两个很重要的 很defining moments 在他生命里面 信心的路程上 给他一个很大的挑战 今天这个人 就是我们想看的 就是叫做阿伯拉罕 我们看一段的圣经 是记载阿伯拉罕的 第二十二章 《创世记》 他说 这事以后 神要试验阿伯拉罕对他说 阿伯拉罕 他回答我 我说 神说 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所爱的 独生子 神要试验阿伯拉罕 最后 再做个小孩 神要试验阿伯拉罕 可思议 祂试验阿伯拉罕 神要试验阿伯拉罕 那一座山上 阿波拉罕对他的同伏说 你们和路留在者里 我与孩子要到哪里那边去敬拜 然后会到你们这一代 阿波拉罕把献凡制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 他们人一起往前走的时候 以撒问他父亲阿波拉罕说 爸爸阿波拉罕回答 我而有什么事 以撒说 你看火与柴都有了 可是献凡制用的羊膏在哪里呢 阿波拉罕回答 我而神自己必亲自预备献凡制用的羊膏 于是人继续一起前行 他们到了神子是他的地方 阿波拉罕就在哪里捉了一座祭坛 摆好了柴 捆绑了自己的儿子以撒 就把他放在祭坛的柴上 阿波拉罕伸手拿到要宰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 耶路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阿波拉罕说 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 阿波拉罕回答 我再者女 天使说 不可再者孩子身上下手 一点也不可害怕 现在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 你的独生子不及我 阿波拉罕举目观看 看见后面有一只公棉羊 两个扣在囚物的小树丛中 阿波拉罕就去取了那只公羊羹 把他献为凡祭 代替自己的儿子 阿波拉罕 及那地方起名叫耶路亚以纳 直到今日 人还说 在耶路亚的山上 神必有预备 这个是很难处理的经文 有人说 如果你有这样的权利 你重新再编辑圣经的话 把一些圣经 你把它删除的话 有人说这一章就把它拿走最好 因为有很多人拿着这个故事 来反抗上帝也好 或者反抗圣经里面说的东西也好 确实是一个很难捧下去的一段经文 我们通常的做法就是 把他 spiritualize 属灵化了 没有这样的事发生的 怎么会这样的 神怎么会赐个儿子给阿波拉罕 然后大约要回他的儿子的生命 可能有些背景可以帮助我们 其实这几年 特别多这些背景的争论 到底阿波拉罕那个时代 旧约的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时家人的宗教他们的practice 是怎样的 近几年而已 特别多这些争论 如果你有留意的话 英国有好几个所谓的历史学家 他们说到底背后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有其他人说 没有这些事的 争论了很一段时间 结果都是有一些尘埃落定的 明白了 原来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事 看完经文的时候 可能你首先会问 神叫阿波拉罕献上以撒 是否做梵祭 你知道什么叫梵祭 就是把他全部烧掉 把他献为梵祭 为什么阿波拉罕的反应 会是所谓英文叫做Metal of fact 你叫我这样做 那我就做了 好像没有什么反抗 没有什么意义 有没有背景可以衡量到 为什么他有什么反应 正如我所说 刚才近几年 特别多这些更新的新的 就发现加南风俗的习惯 加南宗教的风俗习惯 是有一件事叫做献鹰祭的 就是献鹰不是非那些鹰 鹰鞋 但是献鹰就是human sacrifice 或者一些所谓infant sacrifice 在北非一个地方 叫做加泰基 在旧弱的时代 这个地方 他们挖一些东西出来的时候 就发现是一个鹰鞋的 不是鹰鞋的墳墙 而是那些鹰鞋被 被 欠了祭之后 然后 当然 欠给神灵 欠给那些假的神灵 然后火化之后 就放在一些骨灰坑里面 就放在地上 就放在地上 然后上面就立石 做一个记号 所以有一些碑 那些碑很多时候都会说 这样献上 上帝会继续祝福我 继续祝福我 继续祝福我 这就是所谓cultural logic 当时的文化的逻辑 文化宗教的逻辑是什么呢? 特别是加南宗教的逻辑 就是上帝给你一个儿子 对不对? 我们中间有不少的抱着 上帝既然给你一个儿子 上帝的神灵 自然就是有这样的权利 来要求 拿回这个儿子 特别是在生命里面 最激烈的时候 或者最危难的时候 如果你把儿子献上的时候 有点像跟神灵 可以强迫他也好 或者是贵赂他 叫他来介入 有一幅画在埃及的宫廷里面 或者在佳禄的苗里面 就是描述法佬去攻打加南地的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叫做亚石基伦 你把 line drawing 画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法佬去打 带着埃及的军队打加南地的城市的时候 那个战防是非常激烈的 但是未分胜负 为什么你知道未分胜负 因为城门未开 城门未开 你看到那个人在砍这个城门 是未知谁赢和谁输的 这个法佬当然是大军压顶来去攻打这个城市 你看到城墙上面 就有那个城市里面的和 以及一堆长老 他们在做什么呢 他们就举手来向 不是向法佬求情 而是向上天的神灵 求他们来帮助 右手呢 城墙的右边 一个是吊住一个人 来的 那个是孩子 你看他的法式 你知道 有条边 是一个小孩 来的 左边也有 就是在我的 紧急的时候 如果把你的儿子 献上给神灵的时候 就是希望那个神灵做什么呢 就是去 去介入 去帮你 是吧 事实上 在旧约里面 有一些这样的描述 《黄基夏》 第三章 那里在说什么呢 就是以色列人打摩鸽人的时候 摩鸽人 有一个 他的宗教里面 有一个假神叫做摩洛 在这个战况里面 如何去描述呢 他说摩鸽王见到阵势甚大 难以对敌的时候 他就率领七八个拿刀的兵 就要冲过阵 然后去到以东王哪里避难 却是不能 第十七节 便将哪应当接触他作王的长子 在城上献为范子 那时发生什么事呢 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路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中文译了 叫耶和华的大路 没有那个字在 其实遭遇大路 有一个大路 于是三王就离开了摩鸽王 他就各自回到本地去 你知道战争是心理战术 他这样献上的时候 不单是求歌神灵介入 也去告诉敌军 这件事很残酷 所以在以色列人见到这样的时候 他说真的不好打 太过狠狠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 先知书可 很明云来批判这些野蛮的风俗 《生命记》就是其中一节 十八章第九节 他说不可以有人把自己的耳类 耳类献为伙制 这些是加南的野蛮风俗 所谓的 献应制 Human Sacrifice 或者Infant Sacrifice 有这样的背景 Sort of 我们可以了解到 为什么巴罕会有这样的反应 就是matter of fact 就是要求的 他就照做 因为在那种的环境 在那种背景的底下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整个故事里面 以撒有没有死 没有 整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以撒根本没有死 并且有代属的羔羊出现 所以上帝 耶和华就是献给一个机制 一个substitution的机制 就是不需要人来献上 他自己的儿子 这不是旧约的信仰 也不是圣经的信仰 因为上帝不需要你这样做 加南地的宗教的假神就会这样做 所以跟加南地的宗教 就画清楚界线 我们的信仰绝对不会是这样 有一个羔羊来作代替 如果整本圣经这样看 其实就是在预表将来 有一个真是阳高 就是耶稣基督 他愿意爱我们来献上自己 所以有些背景 我们大概知道 原来一个故事写下来 起码有一个一重的意思 就是想和这些别教 别臣的宗教 这些practice 来去画清楚界线 但是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目的 不是主要做这件事 因为如果要主要做这件事 它一句就可以说 好像《申明记》那样说 就是不可以献你的儿子作凡事 故事的目的是什么呢 跟我们信心的成长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说过阿巴拉罕 在他人生当中 是有两个很重要的关头 是上帝呼召他让他能够去前进的 第一个关头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第十二章 就是他刚刚开始的时候 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 叫他撇撇下他自己的生命里面有的security 然后去到加南地 成为祝福以至万国能够得到祝福 这是第一个关头 第二个关头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故事 就是他差不多结束尾的时候 上帝已经赐了儿子给以撒 给了他 然后他就要去试验他 二十二章第一章 他说这事以后 这事以后就是说 儿子已经出世了 你知道阿巴拉罕按照他的圣经里的情节 他75岁离开米苏不达米亚 然后去加南 那是创世纪第十二章 75岁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没有儿子的 结果等了25年 儿子终于出现了 出世了 他一百岁的时候出世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大概以撒有多大 什么都起柴的 我想不应该是手袍吧 问到一些有意义的问题 那不应该是牙牙学语的时候 所以大概应该是年少的时候 I guess 十岁中的多一点 还能走三日路 肯定不是手袍吧 就是这一段时候 这些事以后 那个问题就是这样 阿巴拉罕有了以撒 阿巴拉罕有了以撒又长大了 对不对 差不多就成年了 这个其实应该是阿巴拉罕最风光的时候 就是说是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最顺利的时候 就是有儿子就万事足 对不对 这个是上帝祝福他最多最多的时候 你可以大概在耶和华对他说的说话里面 你能够认识到一点 他是多疼爱这个儿子 我记得以前也说过了 我们想起儿子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想起今天我们抱着儿子的时候 或者有人生了儿子 恭喜你啊 很有趣啊 有理由 儿子在古代的世界里面 是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41K 就是你的生命里面的security 意思是古代的人老了之后 没有儿子很惨 橫丝街头 没有人照顾 有个儿子其实就是 就是养个儿子来去退休 他去照顾你 你看到神怎么跟他说 中文又是搞错了的次序 第一句应该是带着你的儿子 Your son 第二句 Your only son 你独生子 第三句 你所爱的 那个儿子 三句里面 似乎神就是跟他说 带着你的儿子 神跟他说 我知道你很爱儿子 第二句 你的独生子 我知道你爱得他很厉害 第三句 你所爱的 那位 你太爱他 你太爱他 在整个故事里面 儿子这个字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 出现了十次 那种的依恋 和那种情感的强烈 我们应该感受得到 就是你很钟情那样东西 你很喜欢那样东西 你朝思暮想 你很抱着的那样东西 那个是你的security 神就是跟他说 我要去试验你 试验是什么意思 试验就是说 到底你去跟随神 你去信神 到底是为了 神给你的好处 还是是为了 神自己 是否因为上帝 给你祝福 有祝福 所以你去跟 主 还是 你跟主的时候 是不计祝福 我们有孩子的 我们知道 你奖励他的时候 他很乖 是不是 这个不是真的乖 但是如果你不奖励他 他都怪 这个是叫做坚异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和他中间 是有所谓的 gift giving blessing benefit 有好处的时候 他才去跟你的话 这个不是很纯正 但是到他长大了 他发现不需要 要去到贵劳他的时候 不需要给他benefit的时候 他都会照样做 你喜欢的事 照你的说话去做 这个就叫做成长 阿不拉罕信心的成长 都是一样 12章开始 创世的12章 上帝呼召你 他说你要出来 你要成为大国 我会祝福你的 藉着你去祝福其他人 是不是 有incentive在这里 是不是 你走出来 你take a risk 你没得冒险 你来侍奉我 你跟我 然后你就成为大国 有儿子 有成为一个people 一个family 一个nation 然后你就可以祝福其他人 这个是挺好的incentive 是不是 我们在申请credit卡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 有没有incentive 你有没有好处 多少cash back 我才要做会员 是不是 kind of 阿不拉罕第一次接受呼召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但是到这里的时候 神就是要试验他 要test他 到底你是否因为有benefit 你才信耶稣 你才跟着耶稣 你才会侍奉他 在test这个字 目的 逢亲 圣经里面说 test 如果subject 是上帝 是神的时候 永远是 目的是好的 就像炼钢那样 要把杂质消除 这就是这样的意思 22章第三字 他接受这个呼召的时候 阿包康做了什么 他说清早起来 然后预备了他的骆子 带着两个的铜墨 然后自己的乙子 就砍他的柴 招上你的次序 应该是怎样的呢 你想想一下 如果是你 你应该是怎样的呢 你就起床 砍柴 然后最后遇上路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出门口上班都是这样的 擦牙 吃少许 call uber 你没理由 先call uber 然后你才来到去 哎呦 忘记了吃早餐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意思 有很多拉比 我记得犹太人拉比 他们看圣经挺有趣 就是去嘴咀里面的用词 为什么最后才砍柴呢 到底是不是思觉失调 还是 其实砍柴才是最 决定性的一个动作 因为你可以 拿着所有东西 然后去到那个地方 你要去献祭的时候 哎呦 忘记得带柴了 哎呦 不好意思 那我先回家了 最重要的事 最后才做 对不对 代表 还要走三天路程 总之就是告诉他 这个不是一时杀事冲动 你要commit 你要去尽 你要想清楚 跟随耶稣基督 是一回什么事 You count the cost and you take it 有一个犹太人的神学家 挣扎了一个问题 在他书里面这么说 他说回忆 那些犹太人 在那个 犹太人最大的事件 历史事件 就是当然是大屠杀 在德国的大屠杀里面 他们在那些concentration camp里面 他说很奇怪 为什么犹太人 入到那些死亡营的时候 集中营的时候 他仍然守sabbath 他说shabbat照样 有他们的节礼 照样去敬拜 照样去读经 去祈祷 割礼照做 在里面生子照做割礼 在里面有什么节旗 他们照样守回 那神学家就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上帝已经放弃了这班人 他们仍然来去坚持 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问那些犹太人 那些犹太人怎么回答 他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搞哪一科 我们受这种懒 但是我们这样做 是因为上帝 是我们的上帝 不是因为上帝给我们利用 给我们风生水气 给我们顺利 那我就跟着他 这个就是那个故事的精髓 也是那个故事最独特的地方 就是这个故事不可以今天照版主管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上帝和亚伯拉罕的约中间 成与拜这个约 是在乎以撒 只有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关系才是这么独一 唯一一个难助 他信心继续去跟随神的 就是以撒 就是他所爱的独一 他所爱的那个独生子 所以上帝要去试炼他的时候 就是针对以撒 对不对 所以不可以照版主管说 我今天就要献上我的儿子 对不对 没有的 因为你和上帝的关系 不是在于儿子 但是你也可以问一个问题 到底我们和神之间 我们是为了好处 去信他 去敬拜他 去侍奉他 还是我们敬拜我们侍奉他 因为他就是上帝 没有其他东西在中间 很多时候我们开头的时候 我们总会找一些好处 想得很清楚 我们人是有圆弱 对不对 我们人是有我们的 就是所谓初步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祝福 有很多的供应等等 但是我们总要去到一个地步 你问我们自己 到底你去侍奉上帝 你作为一个基督徒 都是什么原因才行 是不是因为上帝让我顺顺利利 所以我就去侍奉他 如果上帝不让我顺利利利 我就走 在这个人生里面 我识了很多寺功 很多基督徒 有不少人 都是因着着着素 才来见上帝 有很多弟兄姊妹 是因为有好处 有些benefit 我去示范杀 如果你要你的信心 继续去成长的话 你就要confirm你自己的问题 我去教会 是不是因为有着素 我先去 我去打开圣经 我去看神的话语 有时候我们都可以说着素 有得着我就看了 没得着我就想拜卖 我认识很多人 事奉是为了有着素 是不是feel good 如果我做那个责任 那个事 是让我能够feel good 给我一些些fulfillment 我做完之后 我很个人很爽的 当然是 但如果拿走那样东西 你还做不做 奉献也是 我受到奉献的 但如果有incentive 有1% cashback 你需要信心继续成长的话 你需要将那样东西过去 可能那就是你的意识 那就是你的security 你放错了位置 神才是你的security 我们可以说直堂 我们可以说教会发展 各样东西都可以 我们开头的时候很过人的 很爽的 很exciting 对 但到我要去付出的时候 你想一下不容易 我要 我要去建堂 我要去 让教会发展 要去到直身堂的时候 我要付出很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我要重新去建立 我人制的网络 我侍奉的环境 我要重新的习惯 重新去认识 多辛苦啊 我们不是十几岁 你多年轻也好 你都没有十几岁 我们人大了 我们很不喜欢 那些不 familiar 那些不熟悉的环境 但是上帝说 就是要去试验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spiritual strength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spiritual strength 我们说什么都没用 我们可以开不同的团队 可以开不同的小组 可以做不同的事工 一路继续加上去 一路继续加上去 没问题 我们可以继续加上去 but what's the point? 如果你的faith是没有growth的话 我们不会认识 我们不会认识 因为我们还在说有没有好处 如果我们今天跟着主的话 我们就要清清楚地问我们自己 都是为什么benefit 而我们愿不愿意给那些benefit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paradox 就是spiritual growth 就是这样的paradox 你捨去你的以赛 你会得回以赛 并且会得更多 这个喜不愿意就是耶稣对门道说的 人若为我写记 悔起十字架 跟随 你就可以得着真正的生命 要得着生命的人 就写去生命 如果你肯写去生命的话 你就得着一个真正真正的生命 这个就是各国的反合 就是我们的信仰 前进信仰去成长各国的反合 我跟着我的侍奉主 不是因为顺利利 不是因为有benefit 不是因为有incentive 不是因为个人 而是因为他 是我的主 他爱我 甚至为我写记 我值得许准 值得的 我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受成长 提醒一下我们 圣经里面说 上帝既然爱惜自己的独生子 圆及其独生子 耶稣基督为我来死 有一些什么 他不会给我 意思不是说 要我们 再看看有什么ajao 有什么inset 而是告诉我 我们 Christians 相依你不代理 一个这样的主 这个是我的上帝 我跟祂 就是因为祂是我的神 预备我们的心会和心底留基督 主,祢叫我们的生命继续成长 我们的信心继续给祢的念识 教导我们 看见祢自己 不是看见祢给我们的礼物 焦点在祢自己身上 不是祢所给的祝福 主警醒我们,看醒我们 到底我们和祢之间 有些什么 的难助 主,我们求祢 建立我们的信心 帮助我们今天 拿着这个饼的杯,我们看到祢是我们的主 就是因为 祢是真正的主 感谢祢 我们相信祢的时候 祢有不同的利益给我们 永生 罪得捨免 救人 但我们跟随你的时候 不是因为这些利益 而是因为祢是那一位 值得我们 我们敬拜师父的神 主,让我们的心灵反映这个 让我们的信心 去反映这个事 祢是我们的神 祢是我们的信心 祢是我们的信心